公元1697年,一名叫做菲特列·奥古斯特的德伊之贵族出任波兰国王。 这位波兰国王一生最大的开支有两个,一个是军费,另一个就是购买中国的瓷器。 他一生收藏了三万五千多件精美的瓷器。 根据记载,奥古斯特曾用六百名骑兵向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换来了百余件中国瓷器。 为了收藏展示瓷器,他还买下了一位陆军元帅的官邸,把它扩建成了宫殿。 奥古斯特对瓷器有着近乎疯狂的痴迷。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没有任何疾病,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太矮瓷器了。 奥古斯特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康熙时期,那时的中国垄断着高品质瓷器的烧制。 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在欧洲被贵族们追捧,成了上流社会竞相追逐的奢侈品。 既然瓷器在海外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他在中国的宫廷里又有着怎样的待遇呢? 今天为你讲述的这本书就可以解答这样的问题。 它的名字叫《玉瑶千年》。 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者、明清史学家严崇年。 在这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中国的皇帝不仅非常喜爱瓷器,收集了大量的瓷器。 而且会主动介入瓷器的样式设计和成品烧造当中。 宫廷文化对瓷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宫廷文化是如何影响瓷器生产的呢? 这就要提提书名里面的玉瑶了。 玉瑶的这个玉字,指的是和皇帝有关的事物。 举个例子,玉钱就是皇帝的面前,所以当着皇帝的面开的会就叫做玉钱会议。 那么这个玉瑶,顾名思义就是专为皇帝烧造瓷器的手工作坊了。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达到顶峰。 皇帝大权独揽,为了凸显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 连造办宫廷瓷器这种事情,皇帝也会成立专门的机构。 玉瑶的成立就出自朱元璋之手。 有了这个皇家瓷器厂,原本属于公布的一些职权被朱元璋直接拿走, 方便推行自己的意志。 烧制瓷器的时候,皇帝会亲自过问, 还要特派专人,按照自己的品位和意图, 绘制草稿,制作模型,到现场监督完工。 完工的瓷器上,一般都会标上皇帝的年号。 后来,这个玉瑶被明清历代皇帝继承发展。 五百年之中,玉瑶可以说是集天下精华于一身。 他有雄厚的国家财力支撑,材料选最好的, 工匠挑最优秀的,品位和审美又直接出自皇帝本人。 这对民间制瓷工艺来说,有着天然的示范作用。 举个例子,皇帝做事,总想着要超越前人。 单从对瓷器的需求上来说, 他们就少不了要加一些新奇的元素。 乾隆年间,皇帝比较喜欢转星屏, 所谓的转星屏是把瓷器表面做出镂空, 在套上可以旋转的内屏。 内屏上画有风景, 转动内屏,画面内外配合, 就能看到四季更替之类的动画效果。 这个想法一出, 玉瑶上上下下就得想尽办法实现。 一旦烧制成功, 不仅技术有所创新, 也会受到市场的模仿和追捧, 客观上促进了制瓷叶的发展, 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作品。 虽然瓷器特工制度是明清时期才正式出现, 但本书的作者颜崇年认为, 广义的玉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宋元时代。 那时也有位皇家烧制瓷器的机构, 是明清时玉瑶的雏形。 下面,我们就按照宋代、元代、 还有明清时期这三个阶段的顺序, 为你讲解玉瑶的发展过程, 同时介绍玉瑶对瓷器生产最重要的影响。 先说一下宋代的情形,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北宋中期玉瑶的诞生, 其次,景德镇义军突起, 烧制了新式的清白瓷, 开启了皇家供应瓷器的先河。 据文献记载, 早在一千年前, 北宋的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就在景德镇建立机构, 督造瓷器供官方使用。 这是宫廷主动介入瓷器生产的一条明确记录。 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宋真宗要在景德镇开设玉瑶呢? 这里边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首先, 宋真宗的生活的时代, 瓷器正在逐步取代金属器, 成为当时人们最常用的器皿。 这个潮流对皇帝来说也不例外。 唐宋时代有一个大背景, 就是商业发达, 但是用于流通的铜钱却不够用, 因此政府对铜的管控非常严格。 融化铜钱, 私自铸造铜器的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打击。 唐代中后期有一位皇帝叫唐武宗, 他当政期间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一次大规模消灭佛教的运动。 唐武宗这么做, 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福祀接受布施, 铸造了大量的铜器。 灭佛的过程中, 唐武宗就下令, 把收缴上来的造像铜器重新铸成铜钱。 到了宋代, 政府缺铜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甚至不得不发行铁钱、纸币来弥足通货不足。 金属不够, 大量的器物只能用别的材料制作。 唐宋时期, 烧制瓷器的手工作坊大量兴起。 在唐代, 位于河北的行窑, 他烧制的瓷器, 有一些上面写了一个充盈的银子。 根据文献对比, 后人才了解到, 这种瓷器就是被皇帝收入内庭, 一个叫大银库的库房留作日用的。 到了北宋, 同样是位于河北的定谣, 他那里产出的瓷器已经是行销天下, 为社会各个阶层使用。 好了, 有了这个大背景的介绍,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因。 宋真宗选择景德镇都造瓷器, 因为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品质很高。 这与景德镇特殊的区位特征有关, 所谓的区位就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材料、水文、交通等等特征。 古代制瓷工业, 往往就地取材, 靠天吃饭。 用严重年的话来说, 景德镇的水土就非常适宜制瓷业的发展。 首先, 景德镇地处亚热带, 这里气候温润, 有利于瓷器胚胎保持形状, 也有大量的木材燃烧供应烧造。 其次, 景德镇周边有三条河流, 形成三水环城之势, 制瓷工业需要大量的水, 用来驱动碾车粉碎瓷石, 冲洗瓷土。 另外, 发达的水系有利于瓷器的交通外运, 这对于景德镇来说也算是得天独厚。 不过, 其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景德镇附近高品质的瓷土,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领土了。 高领土是一种质地疏松的矿物, 它洁白细腻又很好的可塑性,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仿制出许多金属才能锻造出来的形状, 像一些体积小的手势盒, 要在很小的面上做出凹凸的结构和莲花瓣, 景德镇的瓷土捏得出来, 其他地方的瓷土做不到。 另外, 用高领土塑造的瓷器胚胎, 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锻造, 质地匀称细腻, 色泽光洁, 稳定性特别好。 这一点, 今天用过景德镇瓷器的人也都有所体会。 正因为原料的品质高, 生产的条件适宜, 四面八方的能工巧匠云集景德镇。 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 也就是公元1004年, 因为人口繁盛, 致辞业发达, 景德镇正式成为了一个行政单位, 从此一千多年再没有更改过名字。 最后, 宋真宗选择景德镇, 因为当时景德镇的技术创新, 恰好迎合了当时的宫廷文化风尚。 我们对宋代的一般印象是一个丝丝文文的时代, 但是宋代的太祖太宗两位开国皇帝都是军人出身, 习惯了南征北战。 宋朝皇帝重视文化, 注重修养是从真宗皇帝开始的。 真宗皇帝的修养的提高, 有一个突出的表现, 就是开始注重生活的品位。 宋太祖赵匡应的时候, 认为南唐后蜀这些割据政权灭亡和宫廷生活过分的讲求精致, 贵族生活奢靡有关, 因此他当政期间冲上简朴。 到了真宗的时候, 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宫廷的日用品也就从粗粒变得精致起来。 恰逢此时, 景德镇创烧出了一种特别的瓷器叫清白瓷, 它满足了皇帝的文化心理。 为什么这种瓷器如此特别呢? 这里需要普及一下瓷器的几个基础知识。 瓷器成器一般会涉及两个组成部分, 一个是胎, 它是瓷器的骨架, 用瓷土先塑造出来, 一个是釉。 它是瓷器表面光洁的部分, 用石阴、彭沙等等做成, 然后湿在胎的表面。 瓷器的颜色通常都是鱼的颜色来决定的。 鱼的颜色一般又和鱼里面的金属元素有关, 像青色的鱼是铁元素造成的, 红色的鱼是铜元素造成的。 古人刚开始烧制瓷器的时候, 鱼的材料里都含有铁元素, 所以烧出来的瓷器会有很浓的青色在里面。 如何才能控制鱼里面的铁元素, 让烧制出来的瓷器颜色变得清浅偏白, 成了后世工匠一直努力的方向。 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这个新品种, 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尝试。 这种瓷器, 据说是青色如天, 明亮如镜, 薄得像纸一样, 敲击起来声音清脆响亮, 他的色泽和质感接近翡翠, 被当时的人比作玉石。 玉, 受到中国文化的青睐, 是君子温文尔雅的象征。 景德镇的青白瓷烧造, 正好迎合了真宗皇帝喜欢文学, 崇尚文化的心理状态。 这也是皇帝选择在景德镇督造瓷器的最后一个原因。 好, 到这里, 宋代玉瑶的发展情形就介绍完了。 这部分篇幅较长, 包含了玉瑶千年历史中最核心的两个方面。 第一, 玉瑶代表了宫廷的需求和喜好, 宋真宗需要瓷器, 希望通过瓷器展示自己的文化品味。 这促成了他选择高品质瓷器的产地, 督造御用瓷器。 这个模式被后世的皇帝继承了下来。 第二, 此都景德镇的趣味优势让他得到了皇家的青睐, 引领了中国瓷器的创新。 从北宋开始, 一直到后来元明清时代, 景德镇经历了数次的战乱, 但是战争过后, 这里的制瓷叶不仅起死回生, 而且创新不断, 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玉瑶, 不仅稍造仿古瓷器, 元代的青花瓷, 清代的粉彩瓷这样全新的瓷器品种, 也在这里诞生。 许多优秀的艺术品, 都是从景德镇走向世界的。 讲完了宋代的情形, 接下来就是元代玉瑶的历史了。 这里边同样有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青花瓷器的流行, 其次是皇帝通过浮粮瓷局, 主导宫廷瓷器的生产。 说起元代的御瓷, 它对瓷器的影响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就是青花瓷的成熟。 所谓青花瓷, 是在白色瓷底上, 用蓝色颜料绘制各种图案。 这种瓷器成熟于元代, 自那以后就成了瓷器生产的主流, 贯穿明清, 成了最常见的瓷器品种。 说到青花瓷,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但是在元代以前, 这种青花瓷器根本找不到踪影。 元代青花瓷的成熟和流行, 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 这种技术风格上的突变, 究其原因主要是元代有少数民族建立, 宫廷上层的审美与传统中原王朝非常不同。 首先, 从颜色上来说, 蒙古人是来自草原的民族, 蒙古人敬奉上天, 在颜色上崇摆上蓝, 蓝白相间的图案符合他们的审美。 从浮世花文上来说, 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域, 很多来自波斯的人来到中原, 在蒙古朝廷出任要职。 伊斯兰艺术中花文繁复的特点, 也被引入到青花瓷的生产中。 从青花瓷上绘画的主题来说, 对于这种蒙古和西域的人士而言, 中原汉文化十分新奇, 所以, 青花瓷的花皮上还会有很多汉文化元素的图案。 比如前些年, 以两亿三千万高价拍出的元代青花瓷冠, 上边绘制的图案就是鬼谷子下山图。 这个鬼谷子就是战国时期的人物, 相传他有两位弟子, 就是战国时期搅动天下的纵横家苏秦还有张仪。 鬼谷子下山正是典型的汉文化故事。 这么一来二去, 青花瓷就成了蒙古文化、 波斯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合璧。 中国瓷器能够远拨世界, 景德镇能够称霸天下, 正是和这种文化的混融有关。 说完了青花瓷的由来, 下面就要说到烧制青花的机构。 元代负责宫廷瓷器的机构叫做福良瓷局, 这是元代唯一一个负责宫廷瓷器生产的机构。 福良是一个县的名字, 景德镇曾经是福良县下属的一个行政单位, 说来说去还是景德镇承担了宫廷瓷器的烧造。 元代在建国之初, 征服南宋的战争还未结束, 忽必烈就设置了福良瓷局。 这和草原民族特别喜欢工艺品, 重视工匠有关。 当年, 成吉思汗所到之处往往失衡遍野, 但是对于工匠, 他们总会网开一面, 留作为自己制作工艺品的仆人, 以至于蒙古帝国初期, 蒙古草原上的人口一度突破百万。 这其中大量的新增人口就是从各地掳掠来的工匠。 到了元代初年, 蒙古帝国早已经分裂成四大汉国, 忽必烈建立的大元确定了以汉地为中心的立国发展政策, 大量的智慈工匠就被安排在了景德镇。 那时的景德镇的人口比南宋末年激增了40%, 这些人被编入降级, 通过世袭一代代为朝廷烧制瓷器。 景德镇附近高品质的瓷土也会被皇家垄断, 不少矿坑只有皇家才能采集, 而且每年采集的数目是一定的, 一旦满额就立即封闭, 任何人不得染指。 不过, 浮粮此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大概和元代相始终, 不过九十年的样子。 到了元末, 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朱元璋与陈有亮, 争雄鄱阳湖, 这位明朝开国皇帝驻扎在浮粮县, 与陈有亮对峙了很长时间。 浮粮瓷局的生产烧造, 应当给了朱元璋很深的印象。 继位为帝后的第二年, 朱元璋依托宋元两代的基础, 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一所瓷器厂, 为皇家烧制瓷器。 由此可见, 浮粮瓷局在玉瑶的历史上, 起到了成前启后的作用。 到这里, 元璋玉瑶的情形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就是明清时代的玉瑶发展了。 这一部分, 主要介绍的也是两个方面, 第一, 是明清时期玉瑶制度的细节, 第二, 明清时期, 尤其是清代宫廷对瓷器制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先来讲明清时期玉瑶的制度细节。 明清之前, 玉瑶有着四百年的发展, 但是宋元时代距离现在较远, 刘存的史料并不完整。 所以, 关于宋元两代玉瑶运作的细节, 今天的人知之甚少。 明清距离现在更近, 尤其是清代文献保留充分, 所以, 玉瑶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可以说的比较清晰。 这里大概有四条内容比较关键。 第一, 明清时期的玉瑶称呼有两个, 在明代叫玉器厂, 在清代叫玉瑶厂。 生产什么东西, 做成什么样子, 靠朝廷颁布的图案模型决定。 第二, 玉瑶烧造瓷器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 清代的玉瑶主要烧制三种瓷器, 一种是皇家瓷, 黄色柚, 由五龙爪, 专攻皇帝本人使用。 第二是王府瓷, 是皇帝赏赐给高级贵族的, 在封爵时与其他物品一同赐给受封者。 这两种瓷器是身份的象征, 有严格的规制, 普通人乱用乱造就要杀头。 第三类是赏赐给一般的贵族的, 叫做一品公瓷。 虽然这种瓷器也是封爵的时候赏赐下去的, 但是它的使用没有前两种那么严格的限制。 第三, 玉瑶烧制瓷器, 质量要求很高, 对刺品有严格的处理。 在明代, 不合格的瓷器直接被打碎抛弃。 考古学者就曾在明代玉瑶的窑址附近, 出土了树木惊人的陶瓷碎片, 重量大概有十吨多。 到了清代, 皇帝考虑成本问题逐渐变通, 对不合格品要么依然解送京师, 要么赏赐之用, 要么就在景德镇卖于民间。 其四, 玉瑶的经营需要经费和管理。 明代的玉瑶经费来自江西地方, 宣德以后, 由皇帝派内庭宦官前去督造, 勒索横行。 清代的玉瑶, 经费划拨, 从江西省的地方财政逐渐改为九江关的关税。 玉瑶在管理上直属养心殿造办处, 由皇帝亲自选任有能力的人, 出任都逃官, 监督生产流程。 所以, 康、 庸、 钱三代, 景德镇瓷器工艺竟不明显, 人们也用监督官员的姓氏, 代表一个时期的瓷器作品。 比如康熙时候的狼瑶, 说的是当时的一任督陶官叫狼亭吉的, 他督造了康熙时著名的洪幼瓷器。 雍正乾隆时期的唐瑶, 说的是对瓷器工艺做出杰出贡献的督陶官唐英。 他为清宫烧造了大量的瓷器精品, 还从理论上对瓷器烧造做了总结, 写了好几本书流传下来。 从这个侧面来看, 清代对玉瑶的监管比明代更加有利。 好, 明清时期玉瑶制度的细节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玉瑶在明清时代对瓷器烧造的影响。 之前我们提过, 玉瑶是贯彻皇帝意志的生产机构, 明清两代皇帝的喜好都在瓷器生产上留下了痕迹。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 根据五行之说, 认为明朝在德性上属于火焰的火, 冲上红色, 所以他在位期间, 就要求玉器厂创烧红色又彩的瓷器, 烧造红色文士的瓷碗,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因为久居北方, 接触到蒙古故地的审美, 就非常喜欢白色, 所以他的时代, 玉瑶又大量烧制了甜白瓷, 所谓的甜白瓷是说这种瓷器的色泽在光照之下好像冰雪, 让人有一种甜的感觉。 朱棣非常喜欢这种瓷器, 连使用的枕头都是甜白瓷的, 另外, 明代中期的正德皇帝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就烧造了许多伊斯兰文样的瓷器, 正德皇帝继承者嘉靖皇帝崇尚道教, 嘉靖年间玉瑶烧制的瓷器就受道教文化影响很深, 不过, 要论皇帝的文化品位, 还有对制词公义的巨大影响, 明清历代皇帝里面最为突出的还是要数清代的康庸前三位皇帝, 玉瑶在这一时期烧造的瓷器很能凸显康前盛世的风气, 这个风气大概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一是复古, 一是纳兴, 先来说说复古, 复古是在瓷器的审美上追寻古义, 清代从东北入关, 逐渐统一中国, 起先和中原文化大不相同, 无论是为了政治需求还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皇帝对中原的汉文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中原汉文化特别尊崇古代的智慧和审美,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 三位皇帝要习得汉文化, 自然也会有复古的清洁, 首先, 康庸前三位皇帝都熟读儒家经典, 推崇诗词书画, 特别强调对汉文化传统的学习, 他们当政期间, 身边聚集了一群当时的一流的诗人、 画家与之切磋交流, 这些人成为了皇帝通往经典的桥梁, 乾隆皇帝更是收集了大量的历代 针丸, 而且自己还不忘以古装出镜, 换上宋明士大夫的装束制作画像, 当然, 这种重古的风尚, 一定会出现在玉瑶瓷器的生产里面, 举个例子, 康熙时期, 文人画画家就参与到瓷器画面的制作上来, 所谓文人画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中国画种, 它写意不写实, 画家作画时, 不是为了临摹眼睛看到的真实世界, 而是通过山石, 河川, 云月, 还有花木等等异象的组合, 来描绘自己某种心境和价值趋势, 这个画种, 萌芽于唐代, 兴盛于宋元, 是汉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到了清代初年, 有四个大的文人画画家, 他们都姓王, 所以人们把他们合起来叫做清初四王, 四王在当时是文人画的极大成者, 在模仿古人意境方面, 饱满纯属, 康熙皇帝就请他们为自己辞起, 创作画面样稿, 有文人画词的做法, 传统的绘画意境, 就通过瓷器这个载体, 实时陪伴皇帝左右, 瓷器上的绘画, 不再仅仅是工匠的所为, 而是被拔高到了文人审美的高度, 算得上是康熙皇帝对瓷器烧制的一个巨大影响, 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和雍正皇帝有关, 雍正皇帝喜欢典雅的风格, 宋代瓷器属于宿瓷, 就是又采纯衣的瓷器, 这种瓷器内敛, 清雅, 平和雅致, 很对雍正皇帝的胃口, 得到他的推崇, 一次, 有人向雍正皇帝献上一个盆井, 盆井里满是宝石, 珊瑚, 而盆子本身是一个北宋军瑶的瓷器, 雍正皇帝一看, 马上命人把盆井移走, 把这个军瑶的瓷盆留下了, 但是到了清代, 宋代烧制宿瓷的技术工艺都已经失传了, 为此, 皇帝给景德镇的玉瑶厂提了一个大难题, 那就是要仿烧宋代风格的复古瓷器, 那么什么人能够担此大任呢? 多亏清代留下了大量文献, 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找到这个人, 他就是雍正乾隆年间最知名的景德镇都陶官唐英, 唐英的祖上是沈阳的汉人, 入官前就投降了后京政权, 成为一名褒衣, 褒衣就是世代服务于皇帝或者王公宗室的仆人, 所以唐家和曹雪芹的曹家出身一样, 地位并不高, 唐英本人出生在康熙年间, 在乾隆二十一年去世, 他七岁时入学读书, 十六岁进入养心殿造办处供奉, 一直负责为宫廷瓷器的烧制绘制图样, 在造办处供职的岁月里, 唐英见识了很多名家名画, 也得到了当时知名画家的提点, 到了雍正三年, 唐英的画样得到了皇帝的赏识, 雍正六年, 皇帝命令唐英前往景德镇, 驻扎在玉瑶厂里, 直接监督瓷器的烧制, 在景德镇, 唐英和工人们同甘共苦, 吃穿注睡都和工人一起, 深入各个工种, 了解他们的原料、工艺, 用了三年时间, 深入掌握了瓷器烧制的全过程, 这一点非常重要, 古代没有精确的化工知识, 没有可以精准控制的化工生产环境, 很多工艺凭的是经验和感觉, 瓷器的烧制也不例外, 很多瓷器烧出来是什么效果, 事先无法把控, 成与不成, 入窑过火之后才知道, 有的时候, 可能很久都做不出一件符合要求的成品, 作为督陶官员, 如果完全是个外行, 只靠威逼同贺, 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 由于唐英兢兢业业, 理解了很多的工艺细节, 雍正皇帝心心念念的仿骨瓷器最终在唐英手下仿制成功, 从雍正六年到乾隆二十一年, 他在景德镇干了将近三十年, 前后督造瓷器上百万件, 他还编撰书籍, 从理论上总结了景德镇的制瓷工艺, 因此, 后世的人们有个说法, 认为玉瑶烧制瓷器在唐英的手里, 算是集了大成, 唐英是清代名副其实的一位宫廷陶瓷艺术总监, 他本人也被尊奉为瓷神, 介绍完清代瓷器生产强调复古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看清代宫廷在瓷器生产上创新的一面, 所谓创新就是创造前代未有的新工艺, 烧制新品种的瓷器, 这里要提的就是清代创烧的发廊彩和粉彩瓷器了, 粉彩瓷是中国重要的瓷器品种中最晚一个出现的, 它是被一个叫发廊彩的外国工艺刺激出来的, 发廊是法兰克的音译, 它对应现在的工艺就是唐瓷, 这种工艺是把玻璃或者陶瓷粉末融化, 附着在金属等器皿外部, 然后烧结定型。 康熙年间, 一种把发廊彩色颜料化在器皿上的技术传入中国, 当时康熙皇帝心态开放, 乐于接受西方事务, 非常喜欢发廊彩的样式, 于是宫廷接纳了许多传教士和西洋宫廷画师, 希望把画发廊的技术从金属器移植到瓷器上边来, 因为当时发廊颜料依赖进口, 发廊料在烧制过程中容易流淌, 所以发廊器的制作成功率低, 工艺要求严苛, 于是皇帝下令让景德镇只烧造许多通体洁白的瓷胎, 然后运进京城, 再让画师把材料画上去。 康熙皇帝非常重视发廊彩瓷的生产, 康熙年间生产的发廊瓷器最后落款不是康熙年制, 而是康熙玉制, 可见皇帝都有亲自参与。 整个清代, 发廊彩都属于皇家的珍品, 发廊彩的使用仅限于宫廷, 它的烧造总量不大, 不同瓷器上的图案也很少重复, 到了康熙晚年, 反而是景德镇玉瑶的工匠受到发廊彩的启发, 开发出了粉彩的工艺。 粉彩的制作是在烧好的瓷胎上, 先释放一层含深的玻璃粉底, 然后涂上颜料。 由于这层粉底的作用, 颜色就在瓷器表面粉化开来, 红彩变成粉红, 绿彩变成淡绿, 颜色总体来说, 变成了浅色调。 这样生产的瓷器表面平整均匀, 色泽清淡, 柔和, 色彩的边界过渡非常自然, 符合中国浑然天成的审美情趣。 粉彩瓷器的创烧, 是清代玉瑶最为突出的创造, 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后一种彩瓷的样式, 和原青花有点类似, 粉彩一出, 立刻影响到了民间瓷器烧造的风向。 到了乾隆年间, 粉彩瓷器大量烧造, 连一般的日用品, 像盆、碗、 瓶、 罐, 都普及了粉彩的样式。 至今在彩绘瓷器里面, 做第一把交椅的是清花瓷, 而与之能抗衡的, 就是清代高峰时期创造出来的这一, 粉彩瓷器了。 好了, 说到这里, 玉瑶历史上最有代表的几个时间段, 和当时玉瑶对瓷器烧造的重要影响, 算是介绍完了。 玉瑶千年这本书的介绍, 也接近尾声了。 玉瑶千年的历史, 经过宋元两代的萌芽, 在明清时代大放异彩, 一千年间创造出清白瓷、 清花瓷、 粉彩瓷等等。 不同的烧制工艺, 把瓷器推到了文化和审美载体的高度。 如今, 大量宋元明清时代烧制的瓷器, 尤其是宫廷御用的精品流传下来。 希望在听完今天的节目后, 你在博物馆或者文物画册上, 与这些精美的瓷器相遇的时候, 玉瑶千年辉煌的历史, 能在你的脑海中一一浮现。 好, 玉瑶千年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